咱们继续来看这个100万欧元买入的超级豪克赛 炮弗老板12气牌 强哥Q8气牌 这都不打地啊 这牌 哦炮 不是炮弗了 艾维拿到了一手 终于拿到一手好牌了 Q可以同色 加注到12000欧元 10Q也气牌啊 哦石钩也气了 都会石钩气牌了 大光头 拿到了队A 石钩好像是在装位你知道吧 在装位我可能觉得 会尽啊 王总 王哥的反应范围非常紧 咱们说大光头这个AA 看他怎么打 看他会不会瑞斯艾维啊 他这里边其实能选择尽 能选择瑞斯的 大光头这时候瑞斯了艾维 三拜特艾维 在这边 那会儿的 遍 OK没事了 忘了点东西了 看手牌啊 这手牌 艾维有位置 确实可以拷一枪 拿Q可以同色 当结构牌来玩 这种情况下 击中Q击中K都没有那么好 但B击中QK也挺大的 那种牌可以当 最差一点可以当个结构牌玩 童话脸章 这个牌 我大王头直接击中三条A 大王头现在有点纠结 我打艾薇会不会 他能有什么牌吗 艾薇很难有A 中张这不太好打价值 这个牌三条A眼里边 这个牌 一般我拿的这种牌 我想我要打的 对方会有什么牌 能支付啊 4万啊 打的比较小 11万的底值 下注4万 那这个艾薇很有可能尻的 这个猪 尻想看看什么情况 因为艾薇是买卡顺 还是 还有点红桃啊 发出一张K 这张K有点稍微的坑艾薇 大王头应该还会打的 不在这牌不怕10Q的 10Q一般而言啊 就是你起一个三拜他都会跑 除非是10Q同色 他可能会尻进来啊 尤其在有利位置的 尤其艾薇这种人 艾薇什么弹轩 得万 可能你三拜他 他都会在有利位置 10Q尻进来 但这个牌不是特别怕10Q的 嗯哼 应该大王头这个牌面 三条A看着会稍微 有一点点儿 不是特别舒服了 因为如果再发出一张10 发出一张Q 都是单张成顺 大王头这一枪直接下注12万欧元 这个牌 艾薇虽然很不 有点不太相信看着 但是这个牌真的不太好考虑 这个这个牌发的和大王头的范围太匹配了 无论是什么AK啊 还是AJ啊 是吧 然后三条J 三条A 三条K 唯一赢的1010QQ啊 艾薇会赢1010QQ这样的牌 他自己有张Q 有张隔断章 实时盖率就比QQ要小很多了 所以这里边真的很难考虑 艾薇应该会棋牌 哦 错了 这个不知道艾薇是怎么想的 我以为我以为会棋牌 这时候就有点那种 可以说是 就是咱们想不到的点啊 他对德州普克独特的理解 他认为他现在是领先的 就是领先的 再加上这个 他这卡顺要是领先的 他可能也对大王头这个人的了解 大王头可能去这么直接抽 这个牌不知道大王头会怎么做 这个牌看起来还是对大王头整体上比较有力 我就花10克这一球 看他转牌大王头对艾薇的观察了 觉得艾薇有没有10克 要下个重入牢啊 满炮差不多 42万 这时候艾薇气掉了 我以为转牌艾薇会气掉 但是艾薇有一些独特的力 包括他俩也是老对手了 你知道吧 他俩是老对手 这里边可能也有对彼此的了解 艾薇转牌考了一下 哦 刚才那个核冠那个虚的角度感觉好漂亮 艾薇在想呢 其实那个牌就是艾薇不相信他有什么牌 他可能是在偷自己啊 尤其大王头是在盲住位 应该大王在盲住位吧 艾薇是很不相信大王头在盲住位 怎么他有真牌啊 艾薇可能觉得大王头是在拿一手结构牌什么的 比较差的牌吧 他在针对他针对他做一个三拜特 他觉得大王头没有真牌你知道吧 并不是拿一个正常的三拜特的牌去三拜特的艾薇 那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我怎么觉得有一点绕啊 有一点点绕啊 就比如他拿个八九 八九同色的牌做的三拜特 所以艾薇转牌选择的尻 要是盲住位没记错的话是盲住位啊 记不曾有 不管了 艾薇不是盲住位 咱们看这手牌了 六七尻 这都是一个想玩这手牌 但是又不希望这个底持太大的一种玩法 但枪口位其实还是没有必要去玩六七杂色的去尻进去 六七同色还可以 六七这牌没有看上去那么好的 尤其对一些新手而言 看到这种连张六七就看着很舒服 其实这手牌没有那么好的 还是 稍微啊有点偏小 因为一会在枪口位 枪口这个位置太差了 所以 还是可能偏向于不玩 这把 是平尻了 要是一起瑞斯你就难受了 平尻进去肯定还不错 但是大概率的是你平尻进去 会有 这桌子这么凶 会有人起瑞斯 这种情况下 跑到老板上起了瑞斯吗 QK这时候起瑞斯也挺冒险的 还大忙位 真的要起瑞斯 如果炮福咱们上帝视角 炮福老板起这个瑞斯 还是对他挺有利的 牌都不好 那由于人多啊 平靠的人太多了 炮福老板这个瑞斯也特别大 六七玩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 还是六七的牌不玩不得好 但是炮福老板这个也很说明 在别人的眼里 炮福老板牌力也会比较强的 因为他对至少四个人 至少四个人起了瑞斯 我老板笑的 笑得非常的开心 干杯 你应该是和艾奥特干杯 艾奥特这眼镜不错 这眼镜跟我眼镜差不多 真的很像我的眼睛 来看这手牌啊 99 高四上海王高四不知道会不会玩 99肯定要玩的 投了玩再来个三拜 最好我觉得这会儿三拜他并不太理智啊 因为这个是IOTAN是在牵口加一位 99平靠进去也不错 没有办 没有必要打的 哎呦 三条9 但这个牌面是非常闹心的牌面 三张红桃 这时候99肯定过一枪看看情况啊 这时候就怕99打对方是个天花 你一直打打打 有点闹心了 哦三条7 IOTAN是三条7 上海王是顶对 三个人 三个人的牌都非常好啊 尤其是炮扑老板和IOTAN 但是这三张红桃 他们三个人看这三张红桃都非常别扭 如果少一张红桃 这个牌局就会非常好看 三张红桃 炮扑老板应该会尽啊 这会儿这时候你瑞斯还是有点冒险的哦 就是要是真的对方是天花把这个底子打大楼 炮扑老板真有点想瑞斯的感觉 真的是做一个赤克瑞斯的 那IOTAN应该会尽 IOTAN一尽 如果一尽了 IOTAN如果一尽 其实炮扑老板也有点 这个底子真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有点 这个瑞斯像这个底子太大了 这牌王是七牌啊 他的踢角也比较小 如果他是AJ 那可能不太好处 IOTAN这个人应该会尽 因为他这个牌就一旦落后了 他还可以追葫芦 而且炮扑老板这个瑞斯也可能有不少是买牌 他是买牌啊 在路上他怎么做 打别人的七牌率 他已经投入四万了是吧 再靠个十万也不多 一张三 那现在炮扑老板 这就是啊 就是炮扑老板在flop 拆克瑞斯之后 这个底子太庞大了 对方就不是 也有可能是中天花的 这牌也有天顺啥的 还有一些花顺双抽 像对久 现在他不太好办了 就是这个就打的波动太大了 你知道吧 有点就偏向于堵了 你知道吧 他现在也不好决定 所以我还是觉得 flop那会靠比较好 在不立位置把这个底石打得过于庞大的 现在并不好决定 他也不能决定 他也不能决定 他也不确定 他这个三条九就是脸先的 他皱个眉头 但是他现在他把底石做得太大了 后边后边 看牌 炮弗老板怎么办 他之所 本来他这手牌不难打的 你知道吧 但他把底石做这么大 他给自己 让自己也把这手牌打得很棘手 你知道吧 这手牌让他自己 他自己给自己打得很棘手 他这一枪要开个重枪了 他这个枪 这个底石就已经完全控制不住 他就是说 如果别人是天花 就任命了 现在两个人的情况 有点类似于差不多 Iota也同样有点怕 炮弗老板是天花什么的 他很难想象到 炮弗老板是三条九的 咱们觉得是天花吗 还是在偷鸡 这枪一打下去 就是就已经是做好 打光的准备了 炮弗老板 他现在其实 现在反而他会比较胖松的 因为他在转牌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决定做出来了 你这个时候真要是 凹令我 我就靠你 打光 因为就是你是天花 我这个牌三条九 也能买葫芦吗 也没法弃牌 对方凹令你可能是花顺双抽 在路上的牌 炮弗老板 炮弗老板 现在他就是 你看他那会转牌皱个眉头 现在他一下就放松了 因为他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 你的Iota也做出这个决定了 不发住红桃的情况下 如果不是红桃 两个人至少是要打光 打一张八发的 有些非常诡异啊 要一张成顺 不到会不会check check啊 这样 发点牌 你发个A什么的出来 是吧 跟这个牌没关系 完毕是红桃了 好说点 刚说完要打光 你发出个 一张十成顺 让这个牌 又变得有些揪你 我真的是服了 太难说了 你说出一个看法 然后炮弗老板会 就会跳他 打你脸 做个check race 你又说他难受 这盒牌又说 做完决定之后 又说他又这块 要打光了 反正又发出这种牌 我认为这种牌 这种牌 老板本来放松了 这个牌 发生之后 他又纠结了 现在不再要面对天花 还要面对 花顺双抽的顺道了 他这个地池 有点不太folded掉 一百万欧元的地池 后手好像还剩五十九万 这时候也不太适合下阻止住 我查的 可能还是check会比较好 我还是下了一个阻止住 我还是选择主动奥林了 我选择奥林了 我管你 你要是大牌 我就认了 炮弗老板 这就是 你要是大牌 你要是顺子 就这样事的 大家可能还把顺子打跑 说实话 炮弗老板 眼天花 如果有张石的话 没准还会把石打跑 这么的也不错 这牌也有点 很闹心啊 这手牌真的是 由于炮弗老板 flob checkrace之后 这手牌打得非常非常的纠结 非常非常的 没有非常非常的 是非常非常的纠结 还是有一些诡异啊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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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这是三条七和八十也一样 如果你手里拿的是八十啊 天顺七八九十 你也是像三条七这么纠结 嗯哼 但应该会比他好一些啊 但是也会比较久 然后老板打的跟天花似的 哦 这真的一个非常大的底持 如果Alton拎进去 这就是一个200多万欧元的底持 传奇谱克三大底持之一 有两手大 大概是230万 是多少 我也忘了 机不太星了 好像应该是第三大 如果拎进去的话 200万欧元 是不是将近 就是2000万人民币啊 接近 好像有点尻不动 不想尻了 泡夫老板打得太强势 他这个抵按三 其实这时候也有可能就这种情况 抵按三碰见什么 三条九三条钩 还是弃牌了 看这艾尔特是要弃牌了 泡夫老板这种还大呢 最后泡夫老板是赢得一个 这个非常大的底持 说一百万底持吧 现在泡夫老板赢率是 五十八万一千欧元 这手牌打了多长时间 我想说这手牌他能打多长时间 这手牌其实不用打这么长时间 这个正好到宦和关 我都想咱们视频这部视频就到这了 时长又差了差了一点 我又怕太短 咱们看看这个吧 看王总是中国的 强哥上海王是中国的 曹瑞现在是什么国旗 是法国吗 还是什么国旗 曹瑞这时候他不是中国国旗 他应该在一九年的时候 就加入中国国旗了 后边都是中国 然后他穿的衣服都是 上面都印了中国国旗吗 可能是 不是出生在中国 你知道吗 又加入中国国旗了 可能是这样啊 谁知道呢 可能家里边曾经人出国了 或者出生在外国 不太知道啊 按手牌吧 Illton56这牌不适合在枪口玩的 但是你说不太适合枪口玩 啪就给你加住1400万 让你看看适不适合在枪口喂玩 石钩不错 这牌应该会尻 好风老板应该会尻吧 王总有一把在装喂石钩没有尻 那手牌 是枪口或枪口加一味 那手牌是艾维 艾维可能也不太想和艾维打了 艾维这个老铁打得挺凶的 而且眼神吓人 A4应该面对枪口喂 还有千口加一味都不玩比较好 这张A太容易被主导了 他们不断的干杯啊 哎呦 A4两对吧 这个牌对艾维扬非常的好啊 那这牌是艾维扬的了 我四五六七买参加顺子 能偷两条枪 能偷两条结 就原自己有A 套和老板颤打一枪 但我觉得艾维扬还会再偷一枪 不管发出什么 他都会再偷一枪 哦发出顺子了 那现在他更要打A的价值了 现在还要是 哦不打A的价值了 这时候可以打A的价值 然后还是防一只 防守发个方片 然后方片 但是这个泡夫老板是 是产打了 产打之后你失落 忙住为什么 那这手牌现在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 还有他就是call过牌 合牌再过牌 也不好说 合牌也不太好说 看情况吧 看这手牌什么情况 这手牌有可能现在就check race了 现在炮夫老板就是橘子 哦不对 艾维扬是枪口味 当成忙住了 前面思路有些错 艾维扬还是做个check race 那炮夫老板啥都没有起来 枪口味其实flop打 其实炮夫老板也没有必要拿石钩 这种什么牌都没有去馋打 flop直接气了就行了 有点不 他以为艾维扬是忙住 转牌那会我突然以为艾维扬是忙住 为了 他一过牌的时候 艾维扬刚才是盈利的也是 他现在输了三万五 因为前面有个大计识嘛 输了一个大计识 那好了那咱们今天这部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次接着看这个高额赛 我猜请 我猜